当时新中国要建立气象部门 首先是要建立观测晚点 没有观测的晚点 没有资料 没法谈预报 回忆起中国气象预报起步之初 从事气象工作近60年的李泽春感慨完签 在他刚参加工作时 中国的气象预报还没有形成基本的监测网络 预报的准确度更不能与当时 其他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提并论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 全国只有五十几个气象站 当时预报水平就凭借几个点点资料 画天气点到天气图上 发达的国家站点信息多 资料多 所以预报起来 显然是比我们资料少的 我们国内资料少的 要强 李泽春说 为了提高预报准确度 气象部门开始探索建立更为客观 精确的数值预报 但在发展之初就遇到了挑战 要用计算机数值减 就像电视台一样的 电视分辨率越高 电视越清晰 那个个点越小 预报的精细化准确度就会越高 所以计算机要求就很高了 当时我们国家没有大计算机 那么过去我们有利用国外的 国外某些状况 当然我们也不感受人家是有益的 它突然一两天不发了 你就用不了了 为了摆脱困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已在中国气象台工作近三十年的 李泽春带领团队 与国防科技大学合作研究 高性能计算机应用 逐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 数值天气预报系统 那时候我就花精力 想法是弄到更大的计算机 所以开始跟国防科大合作 他们研究的银河二 这个计算速度就提升了 从预报两到三天的短期预报 后来我们延长到十天 中期预报 我们有自己的方案了 别人就卡不住我们了 如今在中央气象台会商室中 放置着一个天气监测预报 系统展示屏 只要点击地球上日益位置 就能详细了解该处的天气情况 而为这套设备提供支持的 就是中国自己的 全球网格天气预报系统 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能够做到 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覆盖 全球范围内每十个 每十公里就会有一个网格点 会对那里进行一个预报 然后我们的这个空间的分辨率 能够达到五公里 就是说每个人他最近 离他最近不超过五公里的范围 我就会有一个相对更加精准的预报 可以参考 刘挫华告诉记者 2010年他刚加入气象行业时 正值中国气象预报技术 高速发展阶段 在他看来 这些年中国气象预报最大的变化 是由科技带来的 最开始在纸上画的 我们学习的时候 也是在纸上练习的 在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电脑上画 我们现在是实现了 这种自动画的这个分析 我们全国有六万多个气象站 它每一分钟都会 对全国的地面气象信息 进行一个数据采集 我们这个气象 就是整个就是 后台的就是技术支撑 越来越丰富 这个就不用说了 刘挫华说 如今中国气象预报的准确度 和精确度 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17年 中国气象局被正式列入 世界气象中心 向全球提供天气预报服务 我们全国 晴雨预报的这个准确率 能够达到87% 暴雨预警的准确率 能够达到88% 我们现在的整体水平 应该是在国际上 是一个先进水平 我们现在做的预报 是给全世界看的 我们有更大的责任和任务 来为全世界提供一个预报服务 刘挫华介绍 现在中国气象预报的技术水平 已经不再止步于 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服务 未来气象预报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渗透到各行各业当中 我们现在有就是无缝隙的智能的这种气象网格预报 可以移动大数据的形式提供给其他的行业 比如说做无人机飞行 它就知道这个路线上 而不是两个城市的这个天气 它航空航天海洋船舶 未来我们都可以为这些行业提供 很强的这种气象的这种服务的这种支撑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